高考结束那天 我如行尸走肉斑走出考场 看着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发呆 这还是我三个月来第一次看到天空 三个月前 我因为一抹只能勉强过211大学分数线 被父母送进了阳光书德学院 进行考前突击培训 我度过了三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后 父母终于如愿以偿地 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成绩 高考结束后 我们被阳光书德学院的老师 统一接回了学院 我笔直地站在校门口 等着父母来接我 小青远处传来父母的声音 道 我下意识地站直身体 扯着嗓子大喊 哪怕我因为被之前学习懈怠 被老师往嗓子里灌开水 到现在嘴里满是血腥味 但我依旧不敢小声 因为学院的规矩 被叫到名字就要大声喊道 否则就会被惩罚 我的腿被扎了钢针 我强忍着腿上的剧痛 努力保持正常的走路姿态 来到了父母面前 生怕被身后的狗老师 看出一点不适 再换来十根钢针刺入腿里 小青 考得怎么样 父母问我 没得我回答 狗老师便替我回答 小青这次考得非常不错 按照我们学院严格估分 小青至少能考700分父母文言 脸上的笑容顿时堆满了 将我晾在一旁 和那个魔鬼满脸笑容 说着感谢的话 又让我给那个魔鬼 鞠了个90度的功后 父母才让我上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 父母一路都在打电话 向亲戚朋友炫耀 我考了700多分 我心里顿时就传来一丝良意 从小便是如此 母亲问我的第一句 永远只有成绩怎么样 打我懂事起 母亲就经常拿我 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别人家的孩子 总有更好的 所以我哪怕努力努力再努力 也永远无法超越别人家的孩子 哪怕我一模的时候 已经考了521分 一本线已经稳了 他们依旧不满足 于是 便把我送进了声称 能三个月提高成绩的 阳光书德学院 我在书院里 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杨永兴那种奠基 对我们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哪怕做错一道题 都会被施以喉咙灌开水 关进有上百只老鼠的小黑屋 扎钢针等等酷刑 回到家里 母亲把收走了很久的手机 递给我 老师把你的手机给我了 现在放假了 手机给你吧 不 不要 我不喜欢玩手机 我只喜欢学习 我的手指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之前学院里 故意把手机发给我们 让我们忍不住去玩 发现一次 就用一根绳子 穿五根木棍 套进我的手指 用力收紧 直到我现在看到手机 手指就会忍不住的颤抖 母亲闻言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着父亲说道 老公 这补习班还真有点东西啊 小青之前看到手机 就跟恶狗一样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 现在竟然主动 不玩手机了 父亲点头称是 嗯 的确不错 等改天升学宴的时候 把淑德学院的老师们也请来 我们要好好感谢他们 不 不要 这两个字几乎从我嘴里脱口而出 父亲瞪了我一眼 不要什么不要 人要懂得感恩 要不是老师这三个月 没日没夜地教你 就你那成绩 拿什么烤七百分 看到父亲瞪我 我瞬间就想起了之前老师 处罚我时的表情 再加上父亲原本对我 就是比较苛刻的那种 我怎么能拒绝老师 和父亲的要求呢 我应该感恩啊 想起之前还和父亲 差点打过架 我立刻就跪下 忽视了腿里的钢针 传来刺痛 只为求得父亲原谅 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爸 我错了 是我不懂事 别 别打我 父亲看到这一幕 愣了一下 你小子犯什么病啊 我 我知道错了 这时 母亲走上前来将我扶起来 对着父亲怒斥道 你看把小亲吓得 孩子考了好成绩 你就少说两句 饭老早就做好了 今天咱们庆祝一下说完 母亲就推着我了挨到餐桌前 我亮亮呛呛地扶了下桌子 生怕这时摔倒 迎来更严厉的惩罚 来小亲 尝尝这道菜 母亲往我盘子里 加了一块鸡肉 这鸡肉可是你爷爷听说你要回来 特意让我们回老家取的 你爷爷最近身体不怎么好 已经住院了 就来不了了爷爷 他老人家竟然住院了 难不成是心脏病又犯了 我颤颤巍巍地夹起来 不顾嗓子的疼痛 听话地放入口中 我不敢反对 生怕表现出一些让父母厌恶的样子 导致我再被送回学院 哦 顾青 你怎么回事 这一刻父亲直接拍着桌子 站起身瞪着我 我好害怕 此刻嘴里满是血腥味 这块肉恰好碰到了我嗓子处的伤口 我是真的忍不住了 站起身连忙摆手 说道 鹅 窝鹅 不是 小青 你 你怎么吐出血了 文言我诧异地看向母亲 是她看到我吐出的那块肉上带有血丝 我的内心突然萌发了一个的想法 如果将那件事告诉母亲 她会为我做主吗 尽管我知道 母亲只会在我取得好成绩时 才会对我好 但此刻我能看出太严重的担忧 我猛地摇了摇头 我怎么敢呢 看到这里父亲严肃地说道 什么 你怎么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 之前你不挺能顶嘴的吗 呃 我快急坏了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看着父亲也是一脸急切 这一刻我恍惚了 父亲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 说不定我告诉父母 他们真的会站出来为我做主 所以 我决定了 要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们 爸 呃 我啥子疼说完 我怕他们听不清 对着父亲张开嘴 还用手朝里指了指 父亲再次上前 一只手按住我的肩 一只手撑着我的下巴 尽管捏到我肩上的伤口 但这时已经被父亲 给予我的温暖所掩盖 怎么会这么严重 怪不得你的声音 父亲满脸担心地说道 听到这里 我心里更加开心 其实父亲早就注意到我了 对吗 我向父母述说了 在学院被狗老师灌了开水 目前喉咙已经黏膜溃疡 冲血肿胀 还不等我把其他伤口 只给父亲看 他就气冲冲地拿起电话 找狗老师对质 我笑了 发自内心的笑 就在我天真的以为 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感觉时 但没出一分钟 就看到父亲原本的愤怒脸 慢慢转变成一副 不可置信的样子 难不成这事还有什么蹊跷 然而我心里却有种 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就听到了父亲 将手机外放 顾亲父亲 我理解你的心情 记得那天 顾亲同学上课玩手机 我发现后就给他做思想功课 期间他也是很听话的点头 但我没想到 事后他竟然往自己嗓子里灌开水 然后第二天跑到班里诬陷我 作为老师的我也悲痛万分 也怪我 当时可能我说的话比较重 哗 我心里的恐慌急剧增加 那个魔鬼老师将所有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是我为了报复他故意这么做的 为了让父亲幸福 他还说当初因为我成绩不好 教导我的时候 我对他怀恨在心 所以我这些行为是为了报复污蔑他 看着父亲看我的眼神愈加失望 仿佛有一盆凉水 甩到我身上 将我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浇灭 我害怕极了 我忍着腿中钢针带来扎心的疼痛 跪在父亲的身边抱着他的大腿 爸 你不要相信那个魔鬼的 他一直都在折磨我啊 说完 我刚想将全身的衣服退下时 父亲按住我的手问道 你不会还想说 狗老师放老鼠咬你背后都是伤吧 我摇摇头 用手指着下面 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父亲就一巴掌将我甩在地上 别说了 人家老师对你严厉 是为了将你培养成才 你太让我失望了 反正你也不想吃饭 那就别吃了 给我回房间好好反省 狗老师说了 你再这样你就回学院吧 说完 父亲就回了房间 我看着母亲也在一旁 刚才的过程他都看在眼里 和父亲一样 失望地扭头离开 我的心凉了 我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试图去扳倒魔鬼老师 而且 而且为什么连自己的父母 都不相信我 未来的几日 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尝试拿起过手机 但我的肌肉记忆 让我不自觉地 就像个木偶一样 脑子里只有学习 终于到了出成绩的日子 查完成绩 是710分 是状元 然后 一通来自清北的电话 就打来 说是愿意直接录取我 等在一旁的母亲 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场就高兴地蹦了起来 下一刻 母亲就拿出手机 几乎将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邀请来 参加明天的升学宴 看到了那张邀请名单 近有三米长 足足有一千多人 而且母亲 还连夜将小区周围 全部挂满了横幅 更过分的是 还联系了几辆宣传车 全程巡游 一日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市里 数一数二的豪华酒店 场面特别的夸张 周围被写满我的名字横幅包围 我跟着父母 一起看到了一个 巨大的红色状元门 步入酒店正门来到大厅 我一直被父母拉在身后 对着一个个宾客打招呼 我长时间地走动 大腿里刚针传来的刺痛 让我好几次 我都差点摔倒 但是我还要强忍着 不敢表现出来 然而下一刻 我瞳孔皱缩 又看到了那个魔鬼老师 面带笑容朝我们走来 父母竟然真的将他请来了 狗老师的身影 仿佛被巨大化 将我笼罩 我瑟瑟发抖地躲到父母身后 不想让他看见我 但这并不是我能决定的 然后就听到老师的声音传来 恭喜顾青同学喜提状元啊 父母见到来者热情地回应着 并且将躲在后面的我暴露出来 小青 你前面这么诬陷狗老师 人还不计前嫌地来参加你的升学宴 赶紧给老师道个歉 但我还是不敢看老师 因为我知道 他那笑容面具下最真实的样子 顾青同学 不管咱们之前多不愉快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重归于好 来抱一下 让往事随风而散吧 我还是处在原地 魔鬼老师说的话绝对不能信 突然 我的后背被人推了一下 我绝望了落在狗老师的怀里 旁边还响起父亲的声音 愣着干嘛呢 快去 这么冤枉人老师 但下一刻 我就感觉狗老师的手在我的背后游走 呜 腿部传来一丝刺痛的同时 我一把推开狗老师 急剧后退 我心里顿时不满恐惧 他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对我 我转头看向父母 刚想开口说话时 狗老师就抢先一步一脸无辜道 顾青同学 你怎么了 当时我以为父母看到了 想急于证明我的清白 我直接将已经尽了一抹血红的腿 对着父母说道 爸妈 这次你们看到了吧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他还拿钢针刺我 但父母根本不相信我 怒斥道 顾青 你是不是又想冤枉老师 故意拿针扎自己 我心中一颤 他们竟然没看到 同时狗老师一脸痛心的道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想让顾青同学原谅我之前的严厉 我那只是为了他能成才啊 但我真的没想到这次竟然还 说完他拿起袖子 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泪 父亲失望地看着我 顾青 宴会结束 你就跟着狗老师回学院吧不 绝对不能回去 我内心嘶吼着 我不甘心 对着他俩咆哮道 凭什么只有我说的是一面之词 而他这个魔鬼说的就是实话 啪 父亲的手印在我的脸上 说道 就凭他把你培养成才 而我一直手捂着脸 根本听不下去父亲的话 母亲见状快速上前将我扶起 看到母亲慈爱的眼神 我顿时就找到了靠山 只有母亲能帮我摆脱那片地狱 但 哎哟 儿啊 你怎么摔着了 没摔疼吧 这儿这么多人呢 还不等我述说 母亲接着说道 小青 宴会结束就跟着狗老师走吧 我内心胜的只有绝望 绝对不可以 在那里连想死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乖乖地被荡成牲口 圈养在那里 仿佛天地也化为牢笼 那么 就只有在那之前 了结这一切了 我一蹶一拐地转身离去 母亲在后面喊道 小青 你干什么去 我窗耳不闻 爬到离我最近的窗户棱上 看着眼前缩小版的街道 只要我再往前迈一步 就会坠下去 顾青 你干什么 你给我下来 父亲焦急的声音响起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 小青啊 那危险 快下来 文生我回头一看 父母竟然追了上来 但此刻在我眼里 他们已经不是我的亲人 而是将我带回 炼狱的罪魁祸首 我惊恐地冲他喊道 你们谁都别过来 谁过来 我就跳下去周围的宾客 也都聚了过来 纷纷开口劝导我 还有大好人生 母亲第一时间说道 别冲动小青 你好不容易考上了青北 可不能想不开啊 你要有什么问题 咱回家说 这么多人看着呢 在这种情况下 母亲竟然还能平淡地 说出这种话 她在意的 只有我为他们带来的成绩 怕我给她丢人而已 父亲也是不满地道 顾青 别无理取闹 文言我直接自朝地大笑起来 呵呵哈哈 我无理取闹 我不再理会他们 直接朝着宾客们吼道 闭嘴 我一直手指着父母 怒视着他们 从小到大 我一直被你们灌输 与别人家孩子攀比的思想 除了学习成绩 你们几乎从不过问我其他事 母亲这时站出来说 小青啊 我们那都是为了 让你以后能有出息啊 够了 这句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 真的太假了 你们一直都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而已 而父亲说道 那是你应该的 我们生你养你 而现在 就是到了你回报我们的时候 谁给你的权利 这么来威胁我们 是 原本我可以一直按照你们的思想 一辈子被你们拆遣 但为什么又要把我送进学院 没有这个学院 我一样可以做到 但你们我在学院里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 没日没夜地拷打我们 在我们嗓子里灌开水 在小黑屋里放老鼠咬我们 在我们腿里扎了不止十根钢针 至今都没取出来 而当我跟你解释时 你连伤都不愿意带我去验 就相信了这个人面受心的老师 你们连最基本的相信都不愿意给予我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话落 一些宾客的讨论声响起 看样子这个学院不是什么正规学院啊 可不是嘛 而且父母做成这样真是够失败的 周围的议论声让狗老师脸色微变 不悦地说道 顾青 我为了将你培养成才 对你严厉了些 你就怨恨我 诬陷我 这些我都无所谓 但你现在严重影响到了学院的声誉 听见狗老师的话 我看向宾客 大家听到了吧 这就是他对我父母说的原话 我父母对此深信不疑 我得无聊到什么程度 才会用死亡来污蔑他 我的学习成绩 是我本身的基础 加上自学出来的 他们没有教我任何东西 所以今天我要用我命 来证实我所说的真实性 另外 我还要将我父母的梦想亲手毁灭 因为他们不配 母亲此时终于像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哭喊道 小青 别闹了 你先下来好不好 我们不让你回学院了 还不行吗 对 还有你爷爷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难道不在乎你爷爷了吗 文言我心里一戈登 但依旧摇摇头 现在说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我已经不信他们的了 我双脚一蹬 坠落下去 二 经法医判定 死者顾清 咽喉不黏膜的溃疡 充血 水肿背后有多处咬痕 两条大腿 每个都平均有十根钢针 以及其他内在伤势 很明显遭受了人为的虐待意 谁在说话 我睁开眼 我没死 低头朝说话的人看去 有两个警察坐在那里 我冲过去张口就要问 但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 而且在我即将触碰到警官的时候 我竟然从他身体里穿了过来 看来我的确是死了 但现在是变成了灵魂 就在我思索的时候 身后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警官 你一定要给小青做主啊 文言我向后看去 有三个人 是我的父母 父亲一脸沉默 而母亲这是哭的 眼睛都有些红肿 对此我没有一丝心疼 而是特别舒坦 那种看到恶人被审判的舒适感 但看向第三个人时 我冰冷的心瞬间暖和起来 这不正是我爷爷吗 他不是在医院吗 他已经满头白发 满身疲惫地坐在一旁 看到我满身心疼 要说这世上 还有什么能掀起我心中波澜的 那真的只剩爷爷了 下一刻 警官对爷爷说道 老爷子 你们先回去 学院我们还在调查 法律会还给顾青一个公道的话 说到这里 爷爷也只好先离开 我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 刚进车里 爷爷坐在后排 见状 我飘到爷爷的怀中 像小时候一样 母亲就哭着说道 老公 你说怎么办啊 咱们以后多好的未来啊 考入青北 以后去得优秀点的媳妇 那咱们后半生那不得 但是 小青这一枚就全完了 父亲埋怨道 哼 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 简直就是个畜生 没良心的种 够了 这时候你们能怨到小青 一直沉默的爷爷怒道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让小青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但你们呢 如今小青的死 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 要说畜生你们才是 果然爷爷一出口 就镇住了父母二人 如往常一样 只要爷爷在场 父亲就一点都不敢发作 父母一脸关心道 爸 要不你先回医院吧 你这次擅自出院 医生已经催我好几次了 你的身体不能这么折腾啊 是啊 爷爷也参与进这件事 他老人家是个急性子 而且之前就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住院的 对于父亲的这句话 我也是给予了仅有的赞同 我只能在心里不断地祈祷 求求您别管我了 快回去治疗吧 不出我意料 爷爷果然摇头 小青这事解决不了 我是不会回去的 而且我这把老骨头 就算治好了也活不了多久了 父亲依旧哭口婆心地说 爸 你别这么说 您身体好着呢 什么事都没您身体重要啊 我看着父亲这样 我愈发觉得是他想把爷爷打发走 母亲也停止了哭泣 眼神凌厉地说道 咱爸没错 小青绝不能白死 等警察找到了证据 必须得让那狗老师赔偿 这时 父亲的手机恰好响了起来 因为连了车在蓝牙 所以直接就接通了 上面的联系人显示是狗老师 喂 我是狗老师 我想和你们谈谈 还不等老师说完 父亲直接就是一顿暴怒输出 你TM还敢给我打电话 我谈你 父亲输出持续了三分钟 便将电话挂断 看着他们的样子 我越看越觉得恶心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完全就是因为爷爷在场 没出一分钟 显示狗老师电话又打了进来 挂断 重复了大概五次 电话依旧响了起来 就在父亲要挂断时 爷爷置住了他 听听他到底想干嘛 父亲点头答应 电话接通 狗老师的声音也响起 二位 我现在能谈谈了吧 那平淡的声音 让我不禁有点怀疑 难道他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还是说他对此已经看淡 母亲接话道 谈什么谈 你能把我的小亲还给我吗 狗老师回道 顾母 你儿子我的确不能还给你 但我可以给予你经济上的赔偿 如何 听到这里我怒了 难道人命在他们眼里如同草根 况且我敢确定 狗老师绝对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 父亲也是如此 说道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儿子的命是你能用钱买的 母亲在一旁符合 狗老师不顾我父母的质疑 说道 十万 怎么样 话落 父母本还想回对的气势瞬间弱了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 爷爷对此理都不想理 但当父亲听到狗老师要用钱解决的那一刻 他心里就有了主意 区区十万 你当我们是穷教花子呢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可是状元 将来以后的成就别说十万 上一不敢说 最起码也是千万富翁 区区这两字还特意加重了一下 我心里不出所料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父亲无非是嫌给的钱少 想要抬价 呵呵 狗老师显然是听出了父亲的意思 那你们出个价 文言 父母二人对视了一眼 我们家其实条件并算不上好 明面上的其实大部分都是父母贷款买下的 例如 车 房什么的 而且就算贷款 总共也没花上个一百万 如果有了这笔赔偿金 那么就能将贷款还上 今后的生活可以说减少了很多压力 爷爷见他们一副飘忽不定的样子 急声吏色道 小青的命是能用钱财交易的吗 这种人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父母此刻已经好像已经忘记了爷爷的存在 母亲试探的开口道 两百万 可以 狗老师冷漠声音再度传来 只要你们跟警方说不再追究我的责任 但如果你们还不满足 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 想清楚了就晚上八点来递指 记住 不许报警 最多只能来两个人 我就等你们十分钟 过世不后 说完便挂断电话 到这一步 父母再也绷不住了 父母回过头 父亲一脸亢奋地对爷爷说道 爸 我觉得两百万真的可以了 小青已经死了 回不来了 而现在这个学院这么存在了这么多年 肯定有很多手段 就算是警察也不一定能找到证据 但爷爷显然没有对此动摇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小青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 在他死后依旧想要出卖他 他会怎么想 听到爷爷这句话 我除了感动没别的了 母亲附和道 爸 人死不能复生 两百万真的太多了 我们的车贷房贷 还有您的治疗金都不用愁了 而且 而且老师说的没错 我们的年纪是可以要二胎的 这句话母亲说的没错 两百万啊 那可是大多数人努力几辈子 都不一定能赚到的 我能看到爷爷在听到数额时 都未知侧目 我心里怒骂道 你俩怕不是傻了 大晚上让你们去 教外人少的地方 稍微动动脑子 都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死 别拉着我爷爷啊 但父母二人 现在已经仿佛 已经有了两百万 完全就开始飘了 开始跟爷爷说起了以后的规划 你看啊爸 以后我们生了二胎之后 你不最喜欢带孩子吗 所以孩子还是您来带 因为工作的调动 我和害他妈都得出差 我给您和孩子再雇个保姆 这样您就可以享福了 还有 听到这里 我早已经麻木了 父母还拿了两百万 还出差 是出去挥霍的吧 下一刻 爷爷暴跳如雷 脸色长红道 够了 你们两个是想气死我吗 嗨嗨 说完 爷爷就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飘到爷爷身旁 下意识地伸手帮爷爷顺起 虽然只是摸空气 爸 你想想 两百万咱们一辈子都花不完啊 父亲越说越激动 连头都伸到后座位 看着这惊在咫尺的大脸 吓得我连忙 躲到爷爷背后的座位里 爷爷一脸失望地看着父亲 我今天话就放着 你要为了那钱不顾小青 那就别认我这个爹了 但现在父亲显然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爸 你先别急着下定论 这样你就先回医院等着吧 我和害他妈两人去就行 况且现在还不是得等警察找证据吗 你这个逆子 我 爷爷听到这句话后 手猛地五向心脏 面露痛苦之色 呼吸急促 见状 我再旁大喊起来 爷爷 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 我伸手就想触碰时 手却是穿过了爷爷身体 这让我更加焦急 母亲连忙到 爸 还他爸 赶紧去医院 很快 父亲驾车来到医院 将爷爷送进了急救室 经过了一小时的抢救 我失魂落魄地跟着医生 因为刚才在急救室里 我听到了医生们的讨论 爷爷现在的状况很不好 医生跟父母讲述了爷爷的病情 告知他们如果爷爷再犯病 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父母导算班地点头 将爷爷转入病房后 见爷爷还没醒 他俩就匆匆地离开了 因为和老师约定的时间 只剩下半个小时 看着爷爷销售的脸盘 再加上满身的仪器 看得我满是心疼 那两个畜生为了钱 连爷爷都不顾了 只剩下我飘在一旁 注视着爷爷 一日父母还没回来 但对于去干什么了 我一点都不关心 就算是死外面都和无所谓了 小青 小青 一道微弱的呼唤声 将在一旁的我换来 原来是爷爷行了 但是一旁连的 能搀扶爷爷的人都没有 看得我心如刀割 爷爷环视一周 看到周围没人 再次急躁起来 这两个畜生 果然是去拿钱了 不行 小青 放心吧 就算只有爷爷自己 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说完 爷爷竟直接将插在 手背上的输液针 拔了下来 病号服都没换 就扶着床边 亮亮呛呛地向外走去 担心爷爷身体的我 连忙飘着跟了上去 出了医院 爷爷直接打车 来到警察局 刚找到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官 爷爷就激动地上前握住他的手 警官 我孙子那案件有消息了没 而警官却是抽出了手 还算客气地说道 老爷子 这案子我们还在调查 您这身体还是赶紧回医院吧 就在爷爷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尽管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见状爷爷只能就此作罢 先回到了父母的家里 到了家里 爷爷先是敲了一会门 但始终没人开门 然后爷爷从门口的地毯下 找出来一把钥匙 将门打开 一进门 屋里的光线有些昏暗 我左右看了看 这不还是我死之前的布置吗 桌子上之前做的菜 还摆放在那里 只是现在已经搜了 看样子父母并没回来过 爷爷来回走了两趟 嘴里就骂骂咧咧道 这两个畜生 小青现在还没有下葬 就迫不及待 拿着钱出去享福去了 然后爷爷拖着疲惫的身躯 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 爷爷醒来 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再次去了警局 结果和昨天一样 警官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因为爷爷有些急切 并没看出警官态度的转变 紧接着后面几天 爷爷每天都会来警局 到了第五天 警官彻底不再给爷爷面子 我说老爷子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不止你孙子 一件案子要处理 我们很忙的 有了进展我会通知你的 你赶紧回去吧 别耽误我们吧 说完 就叫人将爷爷撵了出去 看到这里 我算是明白了 这警官明显是不想管这个案子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学院上面有人罩着 所以他们这些民警 根本不敢管 想到这里 我心里顿时充满了绝望 这样学院 岂不是没人可以搬到 甚至还把爷爷搭了进去 爷爷落魄地坐在 警局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点了一根烟 过了一会 爷爷的眼神恢复明朗 小青 你放心 警察不管咱的事 还有爷爷呢 爷爷给你做主 听到爷爷这句话 我感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世界上只剩下爷爷最疼我 说完 爷爷拦了辆出租车 准备回家 一上车 司机就热情地询问爷爷去哪后 就问了句 老爷子不介意我开直播吧 爷爷文言反问道 直播 什么直播 就是把咱们现在的状态放到网络上 让大家观看啊 爷爷一听 原本昏暗的眼神一亮 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会被别人看到 司机点头 下一刻 爷爷就激动地抓起司机的胳膊 师父 你能教教我怎么开直播吗 司机被爷爷这一行为吓了一跳 老爷子 你干什么 开车呢 你这么闹会出人命的 爷爷连忙道歉 然后将我被害死的事告知了司机 所以想开直播进去找证据 对啊 我拍手叫好 如果通过直播 可以让广大网友得知这件事 然后通过舆论将压力给到警察那边 很幸运 司机也是个正义感爆棚的人 知道前因后果之后 就把车停在路边 帮助爷爷在手机打开了直播 然后司机问道 老爷子 那您是现在就要去吗 爷爷点头回应道 便生疏地在镜头前 试探了几下 见状 司机也是大方地开口道 既然这样老爷子 我在楼下接应你 而且我让我直播间的观众都去看你 这样可以提升这件事的曝光度 文言 爷爷感激的就差点给司机下跪了 我心里也是笑了 人间自有真情在 谢谢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很快就到了阳光书德学院的门口 就在爷爷要下车的时候 司机开口道 老爷子 记得我刚才说的 您老一定要把手机藏好 有机会的话 最好把手机放在一个能拍到画面的地方 一旦有不对的地方 你就对镜头大喊一声 我立马报警 爷爷双手抱拳道 对司机到了巨蟹 将手机揣进兜里 便朝学院走去 刚进门 一个三十左右的妇女 就是之前负责接待我们的前台 缓步走来 老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爷爷问道 你们这那个姓狗的老师在哪 狗老师 他现在正在上课 女前台回到 文言我不禁冷笑 此上课非比上课 而是在虐待和我一样的学生吧 随后女前台就将爷爷引到了接待室 刚进房间 爷爷环视了一圈 见旁边有个书架便走了过去 先是用手机拍得下房间内景 选好位置 便将手机藏在了书架上 期间我还瞟了一眼直播间的人数 竟然有五百多人 随即响起了司机 没想到他还停火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房门被打开 是那个狗老师 开口道 老人家 你找我 爷爷打量了他一下 沉声道 你就是狗老师 狗老师文言眼神闪过一丝幽芒 但瞬间恢复了清明 是 老爷子 不过我不太喜欢别人这么喊我 你称我为先生就好说完 他便坐到爷爷旁边的沙发上 冲泡起了茶叶 好的 狗先生 只见狗老师冲茶叶的手一颤 然后将汽好的茶倒入茶杯 推到爷爷面前 不知老爷子前来所为何事 爷爷拿起桌前的茶抿了一口 忍不住砸了砸嘴 但很快就掩饰住 回应道 不知狗先生知不知道 我儿子儿媳的去哪了 啊 老爷子 这种事你应该报案去吧 我这儿可没这业务啊 就是前几天 你打电话给他们两百万的那对夫妻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文言 狗老师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但随即震惊地说道 什么 他们当天拿了钱就离开了 对了 老爷子 那这么说你就是顾亲的爷爷 听到狗老师提起我 爷爷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是啊 这也是我来的原因之一 我想知道 小青在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老师轻挑了下眉 老爷子 我不都说了吗 是你孙子在冤枉我啊 但我看着此刻的狗老师 原本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装作特别委屈 但现在 他竟连都不掩饰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到这份上 爷爷也不再拐弯抹角 哼 我把小青拉扯大 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 这孩子从来就不会说谎 他这么说一定是有原因的 狗老师摊开双手 一脸无辜道 老爷子 你看你也这么说 兴许是他爸妈逼迫的 他喘不上气 而我只是那个局外人啊 听狗老师说的 爷爷一脸愤恨 局外人 说到他爸妈也是 他爸在畜生 对我也心存敬畏 不管去哪 他都最起码会给我个消息 而不是消失 联系不上 而这一切 都跟狗先生你有关系吧 说完 狗老师像是受到了惊吓 连忙摆手道 老爷子 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这可是诽谤 毕竟 你可没有任何证据 哼 是不是诽谤 你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对此 狗老师并没再做回答 而是眼中透露着刺骨的危险气息反问道 那老爷子今天是来找我心事问罪的龙 爷爷对此丝毫不惧 笑咪咪地回应道 呵呵呵 到老头子我哪敢啊 我只是想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和我孙子的死因 仅此而已 看到爷爷这副样子 我惊呆了 从小我几乎只见过爷爷的笑脸 顶多也就见过爷爷训斥父亲的样子 哪见过爷爷这么具有压迫感的场面 哈哈哈哈 老爷子 只有你一个人来 没通知什么亲戚朋友 没有 我谁都没通知 那老爷子你有手机吗 有 这个有 我儿给我买的 但是不好用 让我扔家里没带出来 这样啊狗老师先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然后笑着站了起来 拍拍手 进来 帮老爷子检查一下 房门被打开 我惊恐地看着闯入的两个壮汉 冲到他们面前想要将他们拦住 嘶吼着 走开 不要碰我爷爷 他们就是之前配合狗老师折磨我的帮凶 狗老师则是主谋 我的阻拦没有丝毫作用 二人禁止走向爷爷 就要上手搜身 但爷爷怎么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 面露胆怯地后退 你们干什么 啊 凭什么缩我身 滚啊 但爷爷现在虚弱的身体 很轻易地就被那二人擒拿住 我只能站在一旁死死地瞪着他们 诅咒着他们 如果爷爷出什么事 他们绝对不得好死 很快 二人并没检查出什么东西 跟狗老师通报了一声 便双双站在爷爷身后 像是怕爷爷跑了似的 如此 狗老师像是死掉了伪装的面具 歪着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爷爷 我说老爷子 是谁给你的自信独自前来 爷爷根本没理会他的问题 惊恐地说道 你这是干什么 难不成害我儿孙的真的是你 文言 狗老师连连摆手 哎呦呦 老爷子 这话可不心说啊 我可没害你孙子 是他自己想不开的 而且你儿子他们 那天拿了钱之后太兴奋了 老头就睡 我还好心帮你儿子他们寻了个住处呢 好啊 果然是你 说完 爷爷就要冲向狗老师 但瞬间就被后面二人按住 老爷子 别激动 这怪不得我啊 你儿子老老实实地拿了钱了事不就得了吗 但他俩还加价 然后老爷子你又来了老师一脸为难的嘲讽道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飘在一旁焦急地直转圈 心里祈祷着 如果司机看到直播 求求他赶紧报警 那这么说 你承认了 狗老师贪了贪手 我真的没害死你孙子 而且你儿子还活着 不过你不是想知道你孙子在这里遭受了什么吗 说完 狗老师背过身 向后摆了白手 看到这个动作 我瞬间瞪大了双眼 因为一旦狗老师这么做 那就意味着那两个人就会对我事事报行 爷爷 只见那二人踹向爷爷的双腿 导致原本就虚弱的爷爷直接就趴在了地上 我连忙飘到爷爷的身边 想要搀扶他 但抓到的只有空气 这时 旁边也传来了狗老师叹息的声音 这老爷子这么经不起折腾 把他带下去 把现在的我完全发了风 朝着空气无能狂怒 爷爷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里的暗阁 像极了关押凡人的牢房 我内心绝望了 心里在埋怨 为什么警察还不来 难道司机走了 我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已经在网络上蒸发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 见着爷爷的脸色愈发苍白 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 我也只能飘在一旁祈祷着 当门打开的那一刻 我都没注意到 见到挤双手朝着爷爷伸了过来 给我下的一机灵 下意识地挡在爷爷身前 但当我看到来者的服装时 警察终于到了 很快 爷爷就被送至医院 在路上 我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当天狗老师在露出马脚的一瞬间 那位司机就报了警 但警察貌似对这件事不冷不热 司机只能呼吁网友对此事转发 马朵 当今社会扫黑除恶 竟还有漏网之鱼 像这种学校 一定背后有很深保护伞 不然能持续到现在 警察一定要给他揪出来 警察都干什么吃的 画面里的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快打120 网上也是因此 收到了广大网友的批判 一大批舆论推向警方 责怪他们不作为 很快这件事 得到了更高级领导的重视 立刻派来专案组 封锁了学院 彻查此事 真相浮出水面 这个学院是由院长和狗老师等人为首 组成的一个黑恶组织 常年虐待儿童和威胁其家人 来骗取高额的补习费 近年来的几起孩子自杀事件 都是他们引起的 包括当地的一个署长 就是学院背后的保护伞 所以 署长 院长等人落网后 直接宣判了死刑 并缴获学院所有财产 其中包括狗老师 那个狗玩意终于遭报应了 像一些打手参与成都过少的 则是三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另外的工作人员 都是一年的有期徒刑 但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很不幸 我的爷爷被困期间 心脏病复发 抢救无效 这世上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了 对了 还有我那父母 也被警察救了出来 他们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身上有多处欲情 但并没有人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为了两百万对爷爷不管不顾 并且将自己的儿子逼死 也是人尽皆知 父母上班的单位将他们无情开除 几乎所有企业都宣布对我父母永不录用 所以他们后半辈子只能回老家种田 这也是爷爷留给他们最后的温柔了吧 曾经有多嚣张 如今哭得有多大声 父母成天跪在我和爷爷的遗照前一泪洗面 和恶人做交易 自食其果 剩下的时间 我在城市里飘荡了几天 见识了未曾见过的风景 同时 我终于地等到了百度人的接引 我毫无留恋地跟着他走了 到了民街入口处 百度人拉着我停了下来 说要等一个人 不知过了多久 小青 一阵年迈苍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浑身一颤 猛地转头 爷爷 全文完 这一阵年迈苏